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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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边干很多干别的事情然后一边再用语言沟通 然后或者甚至说是我随便说一 你就二三四五六 就有点像揍地主然后大家摸了一手笋的 就是这种感觉 现实中你和雷嘉一老师在相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代沟 完全 雷嘉一哥 当然相反都是我干了什么事他的事 然后前两天他突然问我一个 那个啥啥啥是啥 不是啥 而且你拍这广告 不是啥 我看到了 好死我 组里你们是怎么穿过彼此的呀 就是叫佳英哥还有组里 对张老师 对 一般是张老师 小张老师 他叫我张老师 好多网友看到你和张子峰的路透 觉得裴之和林昭熙更像兄妹 不像CP 你觉得观众追完剧会有所改观吗 我觉得改不改观并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我觉得如何让他合理化吧 就是你会觉得这俩人为什么要在一块 或者说他们俩为什么会喜欢这块 我觉得这个演名买得最好 你觉得现实双方中陪之这样的天才吗 现在大家很明显能看出来去 正常人不一样 但是像陪之把自己伪装成正常人 但是又能感觉到他的优越感的人 我觉得什么就再美 你觉得陪之是天赋型选手还是努力型选手啊 当然是二者先进 作为演员来讲 你觉得演员这个职业 是天赋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 二者接种 其实就跟书里的话一样 做到现在的一场 天赋我小记者会决定最终的结果 这就是他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你要说天赋可能是有一点吧 努力更多 有没有哪一场戏或者台词 是你和其他演员临时设计或临场发挥出来的 前两天我跟我妈妈演那场戏 那场戏是我觉得 我找到我爸爸还活着的证据 我要去另一个世界找他 但是作为一个长辈 他肯定是不理解的 他觉得你是不是疯了 那场戏我们是完全改掉的 改掉然后是按完全一种路数 我觉得还应该还不错 组里面经常组局吃饭的人是谁 这个没有人 就是私底下很少聚吧 大家都比较含蓄 就是我们当时吃过饭 也吃过饭 但是你要说是刻意组的 比如说平时张鞋爱张罗 每个都会用 就是刚好凑起大家一会 所以大家比较私底 但你要说不走吗 听说不走吗 别说关于不好 关于聊不来 不来 组里谁把我很注重两双鞋在脸上 虽然我很不想吃饭 但应该是我的 我确实比较注重他 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演员的武器 所以你要把武器压房 我就想打招 组里跟谁拥有的合照最多 只有我呢 没 这个真的真的 挺奇妙的 因为我没动 穿上新的服装 服装老师会拍照 摄机 然后拍我的时候 然后主婚就过来 照着 来的一种 这个都是我们俩为一个 好像是这么回事 其实不是不爱照 就是没有什么的气息 因为在现场 虽然我们当时很少 大家吃饭 不会张罗局 很健康 然后到现场之后 大家的速度跳跃都比较高 所以全身都在投入工作 所以我发现就好 我觉得好像有点差 没错 选剧中一个角色做朋友 你会选谁 我觉得选裴之吧 其实裴之他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也有幽默的地方在 你会跟他交朋友 你会觉得你有负担 他也挺仗义 而且他还智商高 什么问题你交给他 他都能够营养你 选剧中的一个人物 呼唤人生 会选谁 我觉得大家会看完之后 不会觉得想到他 我觉得自己要接受 不管面对这些人 选一个剧中的人物 玩剧本杀 会选谁 如果搭档玩剧本杀的话 我觉得选谁 他的眼神 演员玩剧本杀的话 他会比较好 天才基本法太完美了 对我喜欢的眼神 谢谢 希望到时候拍出来之后 能来看我们的戏 我就会感觉 不会没有发现 这次的 也是一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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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 他从我有 看出现吧 这一点也不能有 很稳 天才上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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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那个感觉 寄死 很稳 很稳 就是 那 你 感受我 就 真的 哥哥太瘦了 我不允许 觉得瘦和不瘦 这个东西 给您角色来的 反正角色需要 我就是 我就是 如果要是 关心我 请支持我 做的选择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子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企业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门尾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back